南投集集處農場種植粉袋亂子草 因為開花的時候呈現一大片粉紅色景象 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拍照 不過農委會已經將粉袋亂子草 列為雜草類有害生物清單 要求移除以防危害環境 諾會強調粉袋亂子草是外來入侵草類 不是農糧作物 而且業者也違反了相關的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 已經建議縣府以最高三十萬元 罰款處分 要求業者移除 恢復農業者使用